外出不必带大把的钞票 随时随地逼一下就能轻松购物 台湾陆续开放各项行动支付使用 但执行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为金融政策白皮书提出要在2020年 电子支付占支付工具比例达52% 但目前只有不到三成 行动支付使用率也仅13% 电子支付我们的这个比例 还远落后于韩国跟新加坡 配置带很方便 但民众长跑的交流站无法使用 立委们质疑 安全性没有疑虑的状况之下 为何不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呢 中游的现在的刷卡机 其实是已经具备行动支付的功能 我们也是乐见说 各个使用的场域能够更多 那让民众能够更便利 相关单位乐观其成 还指出法规没有明确规定 加油站不能使用手机 立委进一步要求 希望10月份起 加油站就能开放 使用行动支付来付费 提供民众更便利的生活模式 欢迎新闻苏云宽承宇荣 太北报导 走 小崇 感谢观看